为了帮助受疫情影响的花农 并且美化普利镇的市容 普利镇公所透过县府农业处向农粮署争取经费 透过普利花卉生产合作社采购普利特色花卉 在普利行政园区外广场以及公所门口进行花卉的布置 并且自8月7日起进行围棋两周的展出 希望借此让洽工民众认识普利镇的花卉 进而提升买气帮助花农 那我这也是普利花卉生产合作社 那我这边又是这次的展示的话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农民 然后另外这个我们用的花卉是 百合花、火鹤还有蝴蝶兰以及文心兰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疫情期间比较受到冲击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借由这次的展览 然后来做一个推广的部分 这都是我们在地埔里的花卉产业的业者都提供的花卉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花 县府农业处长陈瑞庆日前也到场观看花卉布置的情况 陈处长表示在疫情期间 民众因为长期在家难免有些烦闷 因此在防疫将为二级之后 也特地举办这次的花展活动 希望让民众有时间也能够到公所或是行政园区赏花 借此舒缓心情同时也能够支持在地花卉产业帮助花农 那为了扶植在地的这个花卉产业能够让它正常的运作 那结合了在地的这个埔里花卉生产活作社 那利用这个在地的花卉老师设计这个花墙 有一种结合埔里的好山好水跟山卵的这个元素 希望在疫情比较烦闷的这个期间 刚好在这一段比较解封 民众可以走出户外的时候 比较做一些比较疗愈的部分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 县府农业处以及埔里镇公所的用心 也提醒民众赏花也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才能在疏解心情的同时保护你我的安全 记者陈伟一 普利采访报道